我想在你摊位上吃一个猪蹄加烤鸡自助 老板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300块钱的你尝尝 咱们300块钱是不太反悔的 兄弟们夜幕降临 又到了咱们炫自助的时候了 我后面的小时间你们看看有多震撼 我刚刚在后面看到有一家摊位 上面都是硬货 烤猪蹄烤猪排还有奥尔良大鸡腿 那咱们不多说了 去看看能不能搞一顿自助 我想在你摊位上吃一个猪蹄加烤鸡自助 老板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这个没搞过 没搞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也不太清楚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你开一个一口架 你这摊位上的这种猪蹄 这个是猪排是吧 猪蹄猪排以及烤鸡 这些东西就随便我吃 吃到我饱为止 你开个一口架你觉得多少合适 这个没遇到过也不知道怎么搞 我看你在摊位上的东西都是硬货 能不能满足我一次老板 这个不知道搞个三百块钱的你尝呢 三百块钱是吧 我问一下老板 咱们这些东西本来是怎么卖的 比如说这个猪蹄是多少钱 猪蹄是20 这个猪排呢 猪排是25 然后这种大鸡腿的 大鸡腿12 三百块钱 老板我说是吧 三百块钱不贵 你确定吗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要不你试试吧 兄弟们又吃到自助餐了 三百块钱包下一个 这叫什么摊位 烤鸡加猪蹄摊位 老板咱们握个手 咱们三百块钱是不太反悔的 就是说把你这上面的东西都吃光了 也是三百 老板好像很怕的感觉 都不敢说话 老板我看了一下 你这摊位上面 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猪排了吧 对 你要不都给我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四个猪排老板 咱们就一百了是吧 对 所以我说你这摊位上都是硬货 这撒了料之后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咱们这个还要给它剪掉是吧 等一下咱们啃的时候容易啃 对 满满一盘的猪排 吃完这一盘就回本三分之一 一个字 香 好 兄弟们轻轻松松回本一百啊 不够吃 完全不够吃 老板你看一下 咱们刚刚那个一百块钱的猪排吃完了 你看 只有骨头了 猪排吃完了 第二贵的就是这个猪蹄了对吧 二十块钱一个 是 你这样 你给我来五个猪蹄 我再来一百块钱的 那好吧 咱们离回本越来越近了老板 兄弟们这五个猪蹄又好了啊 虽然现在天下了大雨啊 但是挡不住咱们回本的决心啊 看这个猪蹄啊 短短的 兄弟们咱们得加快速度了啊 从我坐下来开始啊 老板的生意就没停过啊 等一下如果咱们还没回本 老板的货卖完了 那就不好了啊 要不要来一个 老板哎呦你是真忙呀 我从坐下来到现在你就没停过 你吃完了 吃完了那个猪蹄又吃完了 还可以吧怎么速度还可以吧 嗯 然后咱们还要再吃啊 嗯 我想一下猪蹄我不吃了 猪蹄出头了是有点腻啊 咱们剩下的担价最高的是什么东西 嗯 肘子和鸡腿 肘子 我看一下 是是这个吗 对啊 就剩两个了 那都给我吧 鸡腿咱们这个大鸡腿是12块钱是吧 对 我想一下啊 12块钱的话 这样 你这两个给我 然后拿5个鸡腿 40到60 正好100 咱们目前为止就回本啊 兄弟们又来了啊 5个鸡腿 2个肘子 怎么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怕呀 主要是刚刚5个猪蹄给我干的有点腻啊 诶老板 不是 你还没上东西呢 今天货果的少卖完了 卖完了 卖完了 这你什么东西都没了 你一个东西都没了吗 还有三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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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要的话给我 可以 不是 咱们那个猪蹄啊 什么鸡腿啊 都没了吗 那个 还有一样吧 我回家给你 好点过来 你得回家拿是吧 嗯 要待多久呢 半小时多 半小时啊 我可以等啊 你要不去拿吧 哈哈哈 算了 老板 那个咱们现在是正好吃了三百块钱啊 再吃的话还能吃一点点 呃 再多也出不了多少了 那咱们就吃这么多吧 行 那咱们就付你三百了啊 搞得没什么悬念了啊 就是老板开价三百 咱们吃三百啊 哈哈哈 好吧 下次等你备货充足的时候 咱们再来提克一次 还照三百再来一次行不行 哈哈哈 今天今天没分猪胜负 好 老板看一下咱们三百块钱付好了 哎 你这个猪蹄啊 跟这个鸡腿 味道都相当不错 而且从你这个生意的程度也可以看出来啊 有点东西 可以了 那咱们就先走了啊 好 再见啊 好